對 接下來我們看看 情緒不受控 當心都是飲食者的禍 對 其實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 都是有焦慮症 然後失眠等等的一些問題 那當然除了跟壓力有關 作息有關 其實有的時候跟我們的 飲食失衡也有關係 對 其實像之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中年的女性 其實她本身 但是因為她為了要控制自己的體重 所以她平常都很節制 但是只有每個月的 月經來的時候 那五到七天 我也不知道她從哪裡 聽到的小道消息說 月經來的時候吃甜食 比較不容易胖 月經就是可能五到七天 她就每天 她就覺得說 每個月要把握這個時間 所以她就 因為她覺得說 紅豆湯感覺又是在月經的時候 可以補血 而且是比較天然的一些甜食 她就每天 甚至每餐她都可以喝 結果她不吃還好 一吃一旦開始這樣子 飲食模式的時候 她就發現 她驚奇症候群變得更嚴重 對 容易情緒就是 不撲動很大 比如說同事在旁邊 跟她講一個開玩笑的 她就生氣 或者是甚至嚴重到她焦慮 還有就是 比如說晚上 甚至有失眠的情況 其實她這個案例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可能是因為微量元素 因為其實B群 它一般來說 在紅豆的這些食物裡面 是比較少的 然後再加上 我們身體在代謝這些熱量 這些糖分的時候 又要消耗比較多B群 然後它食物的來源 又是這麼單純單一的 所以導致進來的B群少 出去得多 所以就導致B群缺乏 引起情緒的一些不穩 那其實除了這個案例之外 其實像現在夏天也是 女性 那尤其天氣這麼熱 很多人減重她說 乾脆我就吃 蔬菜水果 蔬果餐 像之前韓星很流行 什麼小黃瓜減重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其實這些蔬菜水果裡面 B群都少 都不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減重 你其他食物都不吃 光吃蔬菜水果 也容易出現B群不足 而導致 或者是 頭髮 皮膚變得比較差 甚至也會影響到 我們剛剛 情緒的一個不穩 那如果這樣 你就青菜蔬果 然後吞兩個維他命B 這樣會不會受關 對 可是一般的B群 其實它在我們體內 大概維持四到六小時 所以比如說 如果真的像瓜哥 剛剛講的話 我會建議你 你自己如果也知道 你自己的飲食是非常不優良 不均衡的話 那你最好是早晚各補充 就變成說 你讓你自己的體內 你裡面 還是要有一定的B群的濃度 而不是說 早上我吃了很多 然後可是它四到六小時 它就總要一種代謝了 等於說你其他的時間 體內還是缺乏 是因為我現在聽很多人 也是用生酮飲食的方法 反而都吃肉不吃 對 菜正也不好 在我們科內 摄星科 好像很多是因為壓力 或者是說一些遺傳所引起的 但事實上其實在 現在這個生活裡面 剛剛營養師也講過 其實跟食物非常有關係 有很多女生會很喜歡吃甜食 那其實這個東西 是跟我們的那種 色胺酸其實是有比較大的關係 因為雪中要製造一個 讓你不焦慮 或者是說剛剛講的 心潛症候群 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需要很大量的 B6 B12 還有色胺酸 那女生 她一吃到這個甜食的時候 她其實瞬間是滿足的 所以那個下午 她是覺得很 開心的 非常高興 瞬間的色胺酸上升 其實會讓人家感覺 心情比較愉悅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是女生比較不利的 就是說 她們的代謝 在色胺酸的代謝 所以這個是天生 為什麼就是女生的憂鬱症 所以你不能跟她同進同出 你會很慘 而且經期前更糟糕 大概經期前七天 然後大概到 經期前的第二天之後 她才會慢慢的 就是說不太想吃甜食這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兩個方式 就是說 你要辨識到 你什麼時候會有壓力 如果真的沒辦法 我建議每一餐吃一點 纖維粉乾之類的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說你要讓那個 纖維素上升 讓血糖的上升濃度 不是一個上去下來 好像那個海浪一樣這樣子 就是男生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上去 突然之間就下來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做兩件事情的比方 第一個事情是 你好好的就是在吃之前 拜託 如果真的來不及吃東西 你好歹三餐就是 在回家之前吃一個 我就叫我們的病人 吃一個蘋果 至少讓纖維脂先 讓 延緩那個血糖的上升 我在這邊真的是要呼籲 那個爸爸媽媽 你在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飲食真的非常重要 過多的那個油鹽糖飲食 會造成小朋友的那些情緒 注意力不集中 然後他們就變成很 那些 那個叫做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叫 就是吃到糖之後 會非常興奮 國內那個2008年 那個營養師公衛 他們有做過一個叫外食族的 那個飲食習慣的一個調查 他們發現外食族真的有吃到 天天五蔬果的 不到5% 這個非常低的 可是反而 一天吃 5份肉的 大概有 5份肉 它的熱量多少嗎 1800大卡 等於一個男生一天所有 你就吃那5份肉 你已經熱量夠了 那你平常要吃飯吃什麼那都 所以你不然 甚至還有10%的人吃到 我就舉一個 這個 他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子 也大學畢業了 然後他的親戚都要介紹到南部 那個 南部那個 那家工廠去做 他是一個做那個肉鬆 肉乾 那些肉醬的一個加工廠 那他去那邊工作了大概半年之後 放假的時候回來台北 那回來台北 他媽媽就發現他變成 以前是一個很聽話 脾氣很好很乖的一個小男生 可是他就發現 他除了變胖之外 就是疲倦 然後長滿了痘痘 然後都不大講話 他一回來就躲到 他的房間裡面去睡覺 然後爸爸媽媽找他聊天都不要 那他們夫妻兩個就很擔心 因為那個媽媽是我的洗腎的病人 跟我很熟 他就說他的先生比較迷信 他先生說他會不會 因為是在那種肉品工廠做工 做了太多的 因為是肉 對 因為他媽媽太深了 但業障太深了 所以要不要去那個公廟拜拜 求個平安之類的 但媽媽比較 因為是我的病人 比較理性一點 就是說會不會是生病什麼 那後來就是請他來我的門診 那我看了一下 的確那個感覺就是一個 他的皮 就是感覺很陰沉很暗 然後整個人就是 然後我就幫他抽血 那抽完血之後 過了一個禮拜來看報告 他的那個三酸幹用紙 膽部純高 尿酸高 這些全部都高 我也做了超音波 有脂肪肝 那我在想之後 我就在想說這大部分 其實年輕的男生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飲食的問題 那我就問他 你這半年來到底怎麼吃的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是在那個 那些肉鬆 肉乾工廠工作 你知道他是一個 非常節省的一個男孩子 他的三餐 他們工廠有規定 你知道員工買他們公司的 那個產品 是 所以他的三餐怎麼吃的 他早餐跟晚餐 他中餐是吃公司 早餐是 他都買了很多那些肉鬆 肉乾 那早餐可能夾個吐司 然後晚餐可能配個白飯 配個麵條 肉乾 然後幾乎都沒有在吃青菜水果 所以就這樣半年而已 他不知道體重變到脂肪乾什麼 而且這都加工品 對 全部都加工類的食品 其實叫油鹽糖加工類的食品添加 這個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我在想說他如果有吃蔬菜水果 還可以包覆掉一些 可以代謝掉 可是他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案例 要注意你家的那個小男生 在外面讀大學的 他可能就是這樣子吃 那他可能還會去Seven 買很多的那些精緻的 加工的東西吃 那回來的時候 如果出現那個就很累 然後整個就是很暗沉 趕快來看康醫師 其實這個最棒 你看外國在留學生 都最想念我們的什麼 有偶爾來加香味 可是你這樣餐餐吃 那個大腸還都會來嘛 對 對啊 不得了了 對 其實像我們剛剛講到 其實跟這些情緒有關的 當然是微量元素是很重要的 那其實在介紹這道料理之前 還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每天要吃到 所謂的 第一大類就是蔬菜 第二大類就是水果 第三就是顴骨根莖類 就是包括澱粉 那當然我們希望大家 盡量少吃三百的食物 白米飯 白麵包 白麵條 這些盡量少吃 盡量是吃所謂的糙米 或者是 不是說每餐 但是就是至少 三餐裡面要有一餐 是吃這種五穀雜糧 地瓜 南瓜這些 那第四個就是 剛剛我醫師講的 肉 魚 豆蛋 蛋白質類 第五類就是乳製品 一天可以喝一到兩杯 第六類就是油脂 那當然包括堅果 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一道料理呢 其實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B群 其實B群它主要在 牛奶 蛋黃 瘦肉 或者是像一些 顴骨類裡面都有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道料理是 抹茶 牛奶 布丁 這個牛奶 布丁 它最主要的成分就是 牛鮮奶跟雞蛋 然後我們還加了一些堅果 因為堅果其實它是屬於好的油 而且抹茶其實它本身 有一些抗氧化的一些成分 所以其實像這一杯 其實比如說夏天的時候吃 其實它的熱量也不會太高 所以其實 而且再加上這裡面 其實包含了很多B群的一個來源 抹茶味很重 對 所以其實像牛奶裡面 就有抹茶 然後上面又灑了抹茶粉 所以其它抹茶味 尤其是喜歡的人 他可能會很喜歡 好吃 吃起來就覺得滿健康的 不是那種外面賣的 而且主要是熱量也有控制 對 對 下午三 如果吃一些甜點 下午三點之後吃這個也OK 對 像它這個一杯 大概頂多 可是你是不是手搖引 珍珠奶茶就五百大卡清掉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